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5月20日宣布 俄罗斯军方已经完全解放了亚素钢铁厂 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部队仍处于被封锁状态 根据俄军方的数据 在亚素钢铁厂乌方共有2400多人投降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上周报告说 将继续处理被拘押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和亚素营士兵 其中包括来自亚素钢铁厂的俘虏 路透社场 乌克兰军方在周二表示 俄罗斯至今已经向基辅仪交了210名乌克兰士兵的议题 其中大部分来自亚素钢铁厂 上周六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了320具尸体 各自取回160具 家属们在周一发表声明称 其中三分之一的尸体是亚素营战士